今天的主角是一位音乐人 十年来他获得了演奏、音乐制作人等金曲奖的肯定 而在三年前他投入了视障孩子们的音乐教育 从孩子们精彩的演出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 他说好像明白了他学音乐这么辛苦的练习 不是为了成为大师 也不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掌声 而是希望能够在孩子们的身上看到音乐的光亮 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他 看看他的人生好风景 酸甜苦辣的人生 有如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 每一段走过的路 无论是风和日历 或是雨雪来袭 只要认真生活 必能体会 原来身处生命的长河里 每一则风景都是如此深刻动人 国一时在操场 听到了一场萨克斯风的演奏 董顺文自此迷上了他 勤奋练习再加上天分 十七岁就在各大PUB与饭店做职业演出 堪称当时最年轻的爵士乐手 为了经济求精 他赴美学习毕业后回到国内 再度投入职业的演出 组成国内少见的融合爵士乐团 近年来 他对于身心障碍学生的音乐启蒙 与教导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看到这群孩子们 在音乐领域中 展现了闪亮的光芒 他说 这是他人生里最美的风景 欢迎小董 今天还能叫你小董吗 就叫小董 今天是我们的主角 董顺文 今天我也是特别就是 今天好像才比较知道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 在舞台上时常看到小董 音姿唤发 而且吹塞诞风 好像特别会让人家觉得 很享受的感觉 好像比其他的乐器更浪漫一些 刚才在开场我就说了 因为你曾经说过 你现在觉得辛苦的练习 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大师 也不是这个包山包海的包case 然后而是为了这些孩子们 或者是说为了音乐 能够让世界更美 那是因为去了这个启明学校 教了这些孩子们 给你的这些启发 确实是 就是因缘际会 因为一些缘故 慢慢接触到这些弱势的孩子 那真的唤起我的初衷了 我相信所有人 小时候一开始学乐器 不会第一件事想的钱了 一定是被音乐的美好吸引 但是开始跟这些 弱势的孩子接触之后 真的是唤起我学乐器的初衷 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 非常强烈的 那这怎么跟启明学校会结缘呢 怎么会有这个机会 我印象中应该是多年前 也是一个电视节目 他那时候要报道整个后礼 那所以当初那个主持人 跟制作人就想说 他要找一个懂萨克斯丰的 来当做有点像第二个主持人 跟着他们走访后礼 那当中就有一站 从萨克斯丰工厂 办办办办办办办 办办到起民学校 然后起民学校的时候 他为了要节目的效果 他就安排了一个学生 跟我互动 然后一个吹小喇叭的学生 哇 真的是天才 是 他看不到 他也没有学过爵士乐 可是我吹一句 他马上可以跟我吹一模一样的 然后就让我有一个念头 想说有机会 如果可以再多 跟这些学生相处 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有这种 对 因为他在那边 平常没有人跟他这样玩 那他这个天分不就浪费了 他们是怎么学的呢 他们有一些小小的音乐班 或者是 他们确实有音乐老师 但是说实在这个 台湾这个 这方面的特教的资源 其实很不充裕 你看你又要有音乐的资格 又要有特教的资格 那你可以想象中 老师很少 所以他们常常是 一个学校里头 就一个老师要教所有的乐器 他也要教钢琴 因为他是起名 所以他是眼睛不方便 眼睛不方便 所以他们的耳朵 的确也是通常会比较灵敏 对 但是我有注意到就是说 一方面老师很缺 二方面就是说 这个社会上 一般对音乐工作 总觉得没有什么安装 所以我在看到 他们学校接触 都发现他们真的很辛苦 学校里大多数的课程 都是按摩的课程 是 因为他可以保障他有工作 比较直接的保障 对 起码比较有机会 那做音乐真的很辛苦 那加上他们又看不到 那社会上又没有这样的管道 也没有专门的经纪人 或上面公司在照顾他们 所以他们真的 这方面的课程其实非常少 那所以我才有这个念头 说有没有机会来多跟他们分享 然后这次分享之后 后来怎么会有夏令营 这样子的一个音缘 其实这真的 我觉得要谢谢校方 然后在学校的秘书 跟罗校长的支持底下 他们跟我主动跟我们联络 因为上次的反应很好 有没有可能再有更多 跟小孩子互动的机会 那我们就聊到了夏令营 这样的形态 其实对我来说 我相信校方的压力比我们大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音乐老师 他们并不熟悉 然后我们当中也没有 任何一个老师 有所谓的特教的资格 那就我的了解当中 其实他们学校 很多时候有些校长 他不愿意办很多活动 是因为如果出事了 他都要扛 我们那次的夏令营开始 也不是只针对 台中这边的企明学校 而且是针对全国的 就是他只要愿意来 都可以报名 所以其实校方帮我们 那压力很大 担负了绝大多数的压力 那我就号召了 我的无限融合的团员 加上很多业界的同好 来帮忙 那大家都很感动 因为他们就是 看不到你嘛 然后他们也很紧张 我们也很紧张 因为毕竟没有受过训练 我们连怎么跟他们 教乐器 都跟平常跟明年小孩子的 教学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这第一年的时候 真的压力很大 但是因为那个过程 两边都学习 我觉得连这些小孩子 他们都学会有 跟学校之外的 明眼人相处的机会 他们也要 我也在课堂上 第一堂课开学 我就跟他们说 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帮你 因为我们也不会 那可是其实很多小孩子 可能在学校 或家里的保护底下 或者是一些 曾经的经验底下 他其实不见得愿意开口 是 那可是因为 我还记得第一天第二天 大家都很惊 第三天第四天就会玩很疯 然后最第四天要结束了 都还哭得不想走 四天总共 总共四天三夜 四天的下令 对 那那时候团员 应该就像你说的 也是很 应该也是一个 一种震惊吧 我觉得 其实是 因为我自己有去过 前面两三次的经验 所以我知道 有一些画面 其实是蛮残酷的 可能比我们电视机呈现的 都还要 更真实 更真实 对 那所以我去之前 我有给所有的老师 一个要求 我说你在课堂上 怎么样怎么样 不准哭 因为我们是 音乐人也知道 大家都很感性 很感性 是 但是我很怕说 我们哭了 不晓得对小孩子 有没有压力 对 而且他这个解读很 对 我们不晓得 因为他也不晓得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可怜他 或者是什么 不见得对他来说 是好事 对 所以所有老师都在忍 整天都在忍 其实都很感动 很多时刻都很感动 那感动是互相的 一方面觉得小孩子 很辛苦 那也看到他的成长 也高兴 一方面是 就像我讲的 我会想到我自己 我们过太好了 真的是过太好了 跟他们比起来 那全部人是回到民宿 在那边等于 我们自己有点像 人家那种酗酒的 那种聚会一样 大家坐在一起 把今天的事讲一讲 然后再哭一次 再哭一次 男生也会 都会 真的是因为学音乐的关系 真的是学音乐关系 真的是很柔软的地方 因为音乐的确需要 很多的感性 对 那在教的过程 一定有很多 也有挫折吧 你说挫折 就是真的希望自己 有更多的力量 有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 即使只有三天 四天的相处 都可以看到小孩子 改变很大 变开朗了 然后他也认识到 他本来不是他朋友的 一样适当的同学 来自台湾南北 不同地方的 他们就交起朋友来 然后也跟老师相处来 变得很大方 然后开始大喊 所以真正的 我们本来想说 因为他眼睛不方便 会被教的时候 会有挫折 所谓的挫折 就是好像教不到他 或者是没有办法教好他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 其实并不重要 这些技术什么并不重要 并不重要 像说打拍子 我听说他们不是一个盲人的 他们那个团 就是那个牵手牵眼关系 他们好像就是用一个振动 在地板上 好像因为鼓啊 或者音乐很重的振动 每一个人都以那个振动 所以才能够表演得这么 真的是这样 所以都要有方法 对 今天我要当一个信差 你看我看你刚刚讲孩子们 眼睛都开始泪水打转了 今天我要当一个信差 有一位孩子特别录一段 小小的VCR 跟你说一段话 董老师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彼此认识 很谢谢你在我眼睛开刀的时候 没办法吹树笛的阶段 你到学校来教我 怎么样吹电子吹管 谢谢你每一个细节的用心 让我重新认识一个不同的乐器 未来我会更加努力地练习这个乐器 使用这个乐器 带给需要的人祝福 也祝福董老师的音乐之路 可以越来越丰富多彩 因为这一阶段的学业比较忙 所以没办法亲自到电视台去跟老师一起接受访问 那想要透过这个录音给老师你一个惊喜 也要在这里感谢老师你给我的每一个协助 还有在手术的前后 透过不同的媒介给我的关心 这位林佩珍也是我们奇名学校的小朋友 他多大 他今年已经在念大学了 已经20岁了 他个子很小看起来好像国中高生 因为他是早产儿了 那他其实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正常 他太早产 他出生的时候只有600功课而已 功课 就是一罐水那么重而已 对所以早产太早了 所以眼睛的四神经没有发育 没有发育 那接触他的时候 他其实才看得到光影 那这两年眼睛开始有点病变 开始恶化了 那前一阵子动手术 那动完手术之后 医生不准他吹 他本来是吹树底 树底 所谓单黄管 黑管 那那个乐器的 很费劲的 很费劲 吹的时候眼压会上来 是 所以医生不准他吹 但是他很 因为他很用功 拿到了今年的总统奖 所以有表演的机会 他就很痛苦 因为他同时又不能吹 所以我就介绍他 吹这个店的吹管 那这个是一个新的电子乐器 执法也很简单 吹起来很轻松不费力 是不费力的那种 对 就像电子琴不费力一样 然后效果很好 那我们的这个厂商 台湾的厂商 罗兰他们也非常大方 也捐了一支 给我们的琴米学校 就让他使用这样 是 不过他最近就是眼睛 其实状况不太好 可能保不住了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 也是替他在导报这样 对 替他担心 而且他其实手太小了 所以我们当初 这个厂商捐的这支是大的 大支的 所以他还是有点不太方便 我后来还买了一支小型的 刚刚出来的 是 然后我又才载到嘉义去给他 哇 好有心啊 小宫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像我觉得面对这样子的一种 也不能说回馈 等于是自己做出了一些东西 必然会有一些结果出来 我们就是要种这种好因 然后看到这些好果的时候 对 即便眼中有泪光 对 其实心里真的是非常 非常非常的开心 真的是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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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分享你的想法吧 因为我看小董很感性 我想你应该也差不多 当然我们感动 或者说我们很惊讶的部分 都是在于说他们 没有把他们自己当成 就是跟我们不一样 这其实我们一开始 我们当然会想说 他们好像是跟我们不同 预设了一个历程 对 或者是说 我们自己是正常人 可是后来我们 我去了之后 我就会想想 到底什么是正常 什么是不正常 对 那 所以去完那一次 真的我们自己都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就是你吹萨克斯风 还是说我们就是一个 音乐的教学 那你会现场也会 弹钢琴一起演奏 我们是整个乐队下去 整个乐队都下去 对 整个乐队 所以因为他来的小孩子 其实什么样的乐器都有 我们会挑三到四首 不同风格的曲子 逼他们即兴演奏 就在三天当中 那我们整个团会先示范 然后分组待开 然后晚上就来合奏 很有效率 一天就一首歌 对于这些小朋友 或者这些同学来说 他们可能 我觉得就台湾的教育来讲 可能都是老师都告诉我们 你就做这个就对了 你做这个才会是对的 但我们自己在音乐的路上 我们不管我们学习 我们摸索 我们得到了经验 我们其实是蛮鼓励 他们要做自己 比如说像刚刚小董分享说 那Steve Bonder是因为他女儿 然后感动写了这首歌曲 那我相信每个人 在不同的时刻 都有不同的所谓的 感动的时刻 那我也一直跟他们说 音乐基本上是没有对错 不要被音乐设限 那我觉得应该是 让他们有更多的梦想 更多的愿望 去实现他你有一个动力 那你可能就朝这个方向去做 对 那你们会继续这条路 除了启明学校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 更伟大的计划吗 我其实 我只要有机会 接触到不同单位 我都有散发出这个讯息 就是说我们很乐意 只要音乐上 或者是我们能够 你觉得我们有什么 可以用的 可以帮助的 我真的很乐意分享 而且我们的团队 每个人都很有大爱 那这个是我觉得 最开心的地方 其实大家都 我们是因为爱音乐 聚在一起 对 可是在生活 在旅行当中 发现到其实大家对 真的是对这个世界都有爱 对 那甚至这两年 我心里头还很想的是 因为去大陆了几趟 你可以想开始慢慢理解 哇那大陆其实可能 弱势的可怜的小孩子更多 更缺乏 我的想象中可能有成千 可能千万的小孩 对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 听到真正乐器的声音 是 他听到音乐 永远是手机上传来的 对 他连煞松都没见过 不像台湾的小孩子 你就要学煞松 那小孩子 都看腻了这样子 对 那边小孩子 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 可以跟我的乐队去旅行 把整个乐队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当初 学音乐的目的 太好了 谢谢小吕今天来 谢谢 谢谢小董在启明学校 这一次的公益活动里面 很多的一些想法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小董自己人生的音乐上 道路上又有什么样的灯出现 谢谢 从工作室出来 发觉天已经沉淡地压在台北街头 走在热闹的街区 我总是会想起 我在爵士乐演奏的起点 台北蓝调 提到台湾的角色现场演奏空间 蓝调绝对是乐民们的重要记忆 藏身在台北师大商圈四楼的蓝调 不仅给予本地爵士乐手磨练的机会 也是培养新一代爵士乐爱好者的重要场所 对于喜爱爵士乐的董寿文来说 这里是他音乐录的起点 我的音乐录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的店长蔡霸更是我的知音 它开启了我对爵士乐的所有想象 它也开启了我对音乐的生涯的所有的想象 这里是我最重要的里程碑 每周三是爵士音乐即兴演奏会 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样的传统没有消失 董寿文回到这里 站在舞台上 仿佛回到了那个年少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才又听到了一首合作 叫做爷爷好好睡 是小董 我写的歌 写的歌 一定有一个故事 就像我们前面聊到 帮助这些 事实上小孩一样 其实就像我们是明眼的小孩 其实只能够今天 有机会做音乐 其实也都需要很多的帮助 在家里给我最大帮助 就是我爷爷爷 疼我 我掌孙 包括我需要乐器的时候 爷爷跳出来 帮忙出钱 真的 对 然后我要出国念书的时候 就算有奖学金 还是很大一笔费用 爷爷说 在全家的饭局上 说不要管 这是我孙子 我来 什么之类的 给我很多的帮助了 甚至我到台湾工作也是 我想要办自己的音乐会 给爷爷帮我周转 我就不用去个人信贷 就像跳过了爸爸妈妈 什么都爷爷 直接爷爷就挡下了 我都跟爷爷贷款 无息的 最好了 无息的贷款 爷爷好疼 这个掌孙 对 然后 就是包括我做了什么事 他就会很骄傲地 跟他的朋友炫耀这样 那都给我很大的鼓励 但是这个爷爷 在前年九十岁走了 九十岁 对 那当然很难过了 你从出生他永远都在那里 那突然间 我突然发现没有爷爷的日子 好不一样这样 那我记得那时候是 把事情都办完了 回到我的工作室 我还是用手机的 我记得手机就开始录音程式 我就吹 就开始吹 就是刚才你听到的旋律 就是真的就 一拍 一起喝酒 然后我后来把这个旋律腾写下来 那在编曲的过程当中 我编不下去 每次编到一半就很痛苦 对 很难过 眼泪都哭到 都看不到谱了 那我就跟小李说拜托 你帮我把剩下的和弦编完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个曲子 那去年在做那张专辑的时候 也很幸运我们 在很多人的帮助底下 我们到了东京去录唱片的 那在这个东京铁三角 他免费让我们用他总部的办公室 是 的录音室 我们真的很感动 我记得那个钢琴 好棒的钢琴 在一个好棒的录音室 弹起这个前奏的时候 我就开始掉眼泪 真的是 你好柔软 所以真的是一个 有一个创作的灵魂 可以一个 我觉得每一个大男生 里面应该都有一个小女生 就像我说的 看每一个大女生里面 有一个小男生 真的 那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乐器里面 我们小时候不是 规定要学钢琴 那是小提琴 已经很难了 因为钢琴 可是钢琴太大了 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拥有的 到处就不好了 就一直打折扣 打得到变成一把吉他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就像玩票一样 可是真正 很少人会去想要学萨克斯风 对 这两年确实风气起来了 在当时其实学的人不多 比较少的 而且管乐是 对我们来说 是要很多的心肺功能 然后这个吹起来是很费力的 像我自己声音不好 你要我唱歌我都唱不了 都哑哑的 音也不准 然后我反而可以透过这个管子 唱歌 我刚才听你在吹 我就觉得 其实吹克斯风跟唱歌很像 我看你控制的那个音 大小声 长短 到最后那个结束 那个尾音 我觉得就跟像我们唱歌一样 那种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那种感觉 我觉得它跟钢琴又不一样 不一样 我觉得就是你跟肉体有接触 你的那个气有接触 你的气在控制那个音色 控制它的长短 而不是用脚来踩 或者是用手来踩 真的不一样 那个完全不一样 就不来想象之后 你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歌手 没有 不过反而这两年练多了 因为它有些喉咙的技巧 对 都由你哑哑的 对啊 所以我唱歌好难听 我老婆每次嫌我 不然会吹就好了 对 你吹就好了 所以我才那时候 我一看到我就说你 考上大学 然后念了多久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人 考上大学在那个年代 你就毅然决然说 你不要读了 对 其实我在大学联考前 我就跟我爸说 我可以不要考 我直接准备 把乐器练好 我先当兵 然后把英文乐器练好 我直接去美国学音乐 因为当时的 台湾的音乐的学院 里面没有爵士的科系 甚至萨斯丰都没有 对 所以没得念 我不得不 但我爸就说不行 不答应 你怎么样都要念大学 所以我还是有 很努力的几个月 考上了一个化学系 然后那两个礼拜 念书太痛苦了 我就看化学系 对 很痛苦 我记得 我当时填的时候 只是把所有台北学校 都填了 都填上去 因为一旦离开台北 机会更少了 对 所以就上了 最后一个学校 那我记得学校 发那个护目镜 护目镜 因为化学要做实验 护目镜 然后那个白色的实验袍 白挂子来了 对 然后我就 到家里照镜子 我要这样过一生吗 觉得好痛苦 然后加上化学系 女生又比较少 太多原因了 很没有乐趣 所以我就真的 赶快就休学 我就不念了 难怪 我那时候想说 你很会有这种止损点 什么时候该怎么样做 马上去 而且我想是一个 你是一个非常了解自己 然后很有魄力的一个人 也没有跟家里人聊 就自己做的这个决定 所以其实家里一开始 是不谅解的 也是不谅解的 因为毕竟还是不容易 考上大学了 他觉得你怎么样 把大学念完 拿个文笔再说 对 父母的观念 应该都是这样的 但我算了一算 你看你大学念完 再当了兵 甚至在干嘛 再出去 都要接近30岁了 那我觉得那个太辛苦了 再回来发展表演的事业 我觉得太慢了 但其实最后一个 很大的转捩点是 我考上奖学金 我在当兵的时候 刚好听到美国的 这个百科林学院 要到台湾考试的消息 然后我就去考了 然后给我考上了 这个学校的奖学金 没有全额了 打个折扣而已 是啊 那还是很不容易的 很不容易 那我觉得这个 对我家里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因为他发现到说 别人申请都申请不到了 所以他朋友都会跟他说 你的小孩子 人家申请都申请不到学校 美国还给他奖学金 表示他是有天分的 应该让他去 所以我爸爸才变得 比较开始支持我 是啊 你先 对 然后也比较鼓励 我做这个事情 对 可是在此之前 譬如说你那个时候 决定休学 还有一位老师 是你的 对 像我刚刚聊到 你在音乐 就算盲人 也需要帮助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对 我在家里这方面 其实爷爷很重要 对 我刚刚一直 一方面在等爷爷出现 爷爷还没有出现 有爷爷就付钱就是 好 永远的支持者 爷爷就会在后面 帮我爸 然后我爸再给我 我其实都后来才知道了 哦 那因为他们在音乐路上 其实遇到一位老师 非常重要 他叫Matt Francisco Matt Francisco 中文叫迪迈特老师 嗯 那 他是一位 菲律宾籍 菲律宾人 然后因为娶了台湾太太 然后所以就住在台湾 嗯 那小时候就看过他演出 哦 那后来因为音乐忌讳 认识他儿子 他儿子打打鼓 在社团里头 然后就介绍 跟他爸爸学习 嗯 那开始学习之后 哇 真的对我 对音乐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 包括我会想出国念书 都跟老师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在认识他之前 我可能看到其他老师 就是哇 吹鞋国台语歌 就赚很多钱啊 很多老师都 越是有都赚了 赚很多钱 然后工作也排得满满的 嗯 但是看到他之后 才发现到说 其实原来音乐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包括爵士乐这方面 哦 包括你沙中的技巧也好 或者是乐理什么东西 哇 都超乎我的想象 嗯 那他也鼓励我去念书 嗯 那一路上 特别是在那个时候 还没考奖学金 当兵前这段日子 跟家里人没有什么话讲 因为我做的学习 我自己的成长 我有点聊不上 爸爸问你说 你今天干了什么 我学了一个三个大雕 哈哈哈哈 他们觉得 what the hell 这样 然后就聊不下去 嗯 所以基本上跟家里都躲着 一醒来就跑出门 去音乐教室里头 教会练习 那很多心理的话 反而可以跟老师讲 啊 那我记得有一次 印象最深刻是 上课上到下课了 老师跟我说 你从下礼拜再来的时候 就不要带学费来 哦 哇 我想说完蛋了 怎么样了 你不教我了吗 不教我了 是不是要 要叫我不要来了这样 他说不是 他说你在台北 已经在跑场走 那大家都知道 你是我的学生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催好就好了 哇 那种感觉 哇 很像那种 古时候那种 入门弟子的那种 对对对 承认你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还有一次是 很印象很最深刻是 要当兵前 嗯 我那时候本来很想逃兵役的 我还减肥哦 那因为那时候 我大学没念完 所以我进到乐队的机会很低 那我就想象 如果我两年 都在部队里受训 都吹不到 怎么办呢 我那时候好痛苦哦 而且主要害怕 非常非常害怕 害怕我大概 再也没有机会回来吹了这样 嗯 我记得就在 一个堂堂的门口 老师中场休息出来 跟我看我这样 我就聊聊的 我就开始难过 哦 他就拍着我 跟我说 不要怕 去去去去 你就放胆地去当兵 把这个时间熬完 然后不要受伤 不要出事就好 对 你回来以后来找我 我负责把你交到 比原来更好 好 我现在到现在想到 都还是会很感动 很感动 就是当下那个 真的是强心针 我也是在他面前 一开始哭 好 好 好 真的 我觉得一位老师 会这样说 真的也是很难得 他也是很了解你 对 我觉得 而且老师都挂保证了 我就真的有胆子 去当兵了 我就接下兵单 真的去服务 其实老师是看到 你的勤奋 看到你对音乐的天赋 对 所以在当时 等于跟家里 没有话讲之外 我真的这个老师 就给我那大鼓励 真的要是没有 他的存在 我今天绝对 我可能也没有勇气 去出国 我可能也没有勇气 走这行 哇 这真是一个 另外一个亲人 我记得我去年 因为我有代言 法国的薩斯芳 我就买一把送他 我也没有跟他讲 我到他家里去 然后他一打开 就开始哭 换他哭了 他说他有梦到 他想买一把新的 好一点的 但他老婆都嫌他 你都退休了 你这老头子 不要再买了 结果我买来了 就是他想要的 他好开心 你也是一个生性 非常非常温暖的人 但我刚才讲 我音乐录是他给的 所以我今天做的 每一份工作 给他抽成都应该的 是 也是 那后来去到了美国 读书 很顺利呢 还是也很辛苦 其实没有 在美国的时候 去之前自己想象着 我在台湾念化学系的 我都可以在台北 跑遍所有Pub的 还跟老外组团 对不对 老师也承认我 我觉得我自己小天才 这样 小天才 对 然后去美国 这辈子第一次念音乐学校 一定是如虎添翼 应该就可以进步很多 结果没有 去就第一学习就崩溃那种 崩溃是什么呢 怎么个崩溃呢 是为了什么而崩溃呢 今天我可以苦练 今天这个手指头 再动快一点 这手指头再快一点 都可以练 吹大声一点可以练 但是好不好听 像不像 像什么呢 好像不像老外 这是文化 文化 对 你们今天想象 如果今天一个黑人来台湾 他要学我们的 这个歌仔戏好了 对对对 好了 你可以想象那个 不只是语言的问题 可是你已经会吹了呀 所以我自己以为自己像爵士乐 那是在台湾人的耳朵里来比较 了解 就像我刚才讲的 一个在台湾学了中文的黑人 到了美国去 大家都说你中文超棒 在我们厅都乱七八糟了 对不对 其实很困难 那一样到那边老师才讲很白 你这就不像 完全不对 就直接说不像 对 那那个东西真的不是 他讲完了我就体会的 真的好痛苦 好痛苦 而且我记得我看到老外同学 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俩差不多 一个学期之后 哇 人家进步好多 我在原地打算 可以感受得到 可以感受得到 他就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 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只是吹 不晓得为什么 那突然间老师点一点 哦 原来我在吹的是这个 他就通了 那我们反而是在那边 我到底要吹什么呢 那我在去之前的理解 我这样讲好了 就像流行歌好了 我相信在台湾的 现在年轻人听流行歌 他听到上一句啊 大概都可以猜到 七成下一句 那可是你这样想起来很简单 其实这就是文化 哦 你可以想象一个黑人来听 国语歌的上一句 他一定猜不到下一句 对 因为那个流畅度不一样 对 那我就是这样 所以我当初做绝对方式就是 把我觉得流行歌里头喜欢的音符 我就故意吹出去 我觉得做怪 跟大家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酷 就是爵士乐 我到了美国才理解那不是 在老外的耳朵里头 听起来就是 他反而觉得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 那痛苦到 哇 不想练了 了解 不想学了 我甚至练坏了 我两只手都肌腱炎 很严重的肌腱炎 那肌腱炎是这样 它会肿起来 会痛 然后肿起来之后就压到神经 我手指头就动不了了 他不是说我要吹那个音符 就按不下去了 所以有一阵子严重到 我每天都要拿那种绷带 缠很紧 就是因为你练习过度 对 练习过度 方法不对 方法不对 又急 我缠起来 我把今天的上课考试熬完 回到家解开 让它肿 天 然后晚上就是在痛 然后还要带那种有钢板的护腕 很痛苦 晚上都会痛醒 我记得碗都拿不起来 天啊 那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 是不是我的神叫我不要瘦了 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挫折 对 我想回去了 我撑不住了 就是老师也说给我分数也不好 然后有时候我不对 然后我也练不动 我已经拼命练了 对 手都坏掉了 那真的有一个学期 我真的是有点自暴自弃 我就开始没有那么爱练习了 有些课营养学分 那种被逼得上的我还翘课 然后回到家就是在家里 就是婚一婚 跟朋友开始聊天 出去玩什么的 然后每天看电视 然后电视英文的 对啊 然后你钱不够买的电视太烂了 连字幕都出不来了 对 然后什么都看不懂 就看卡通台 看那种小孩子卡通台 什么Simpson那些 是 可是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隔一个学期 我分数变高了 你自个儿不知道的状况之下 对 我反而没有练习 可是老师给我的分数 跟评价都变高 连同学都觉得我吹得比以前好 在你不知觉的状况之下 对 那我开始理解了 我前面两个学期 我除了白天上课之外 我把所有的时间 就是把自己关在情房里 练习练习练习 那我根本就没有到美国 我根本就没有去享受 美国的这个生活 那音乐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这样的生活的价值观里面 延伸出来的东西 所以当我不了解美国人的价值观 当我不了解美国这个社会的时候 我的绝世乐自然 也跟他们完全没有关联 所以在我跟同学开始去派对 去聊天 我看Simpson 我从看到不懂得哪里好笑 到开始觉得好笑的时候 也许我就开始理解了 原来美国人觉得这样叫梗 觉得这样叫做幽默 所以我在处理音符的时候 我就大概慢慢有感觉了 这个音符我不是作怪在用的 而是我大概可以知道 就有点像已经 你可以想象老外 如果来听相声 要听到会好笑 大概要很久 对 这个真的很难想象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讲一些笑话 双关语 老外可能听不懂 是听不懂 我就是透过那一个学习当中 我反而离开了音乐 我去过日子 跟美国人相处 我从相处当中了解到 哦 原来觉得美国人觉得这样这样 叫好笑 这样这样叫酷 这样叫做好玩 那连我的音乐就不再不觉得 也像美国人 那现在你回到了国内 你觉得国内的音乐 像你觉得你学了西式的文化 对 然后你找到了他们的这个语言 尤其是Jazz 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西方的产物 对 那你回到国内这样的音乐环境 那你觉得又怎么样融合 其实到最后 包括从刚才在美国后面的时间开始 我分数上来了 其实技巧是退步的 因为我没有练习 可是同学却觉得我的音乐 比较有 开始跟他们互动了 我现在有点理解了 有沟通了 我可以跟鼓互动了 我可以有不同的诠释 有自己了 反正我放弃了 我也没有想要讨好老师 我也没有想要跟同学竞争 反正我现在就这个状态 自然地吹 他反而觉得你有一个自己的 所以我开始慢慢体会 原来爵士乐的重点 从来就不再催高 催快 催长 对 催夸张 那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有没有像自己 这不是炫技来的 对 完全不是炫技 我觉得西方的艺术 真的很大不同 就是你看像皮卡索好了 你可以想像皮卡索这个人 如果在同一个时期的 比如说台湾或中国好了 你可能很难出头吧 因为他就是一个 蒙特来说是跟整个社会 都不一样的表现手法 对 可是我发现西方的社会 很认同敢做自己的人 你就是跟大家都不一样 大家都吹干净 你吹爆掉了 哇 你了不起 大家都唱干净 你唱哑的 你不一样 对 所以你看西方出来了 很多很奇怪的表演的方式 是 那我也开始慢慢理解 其实学音乐 老美教我的是要学习做自己 那做自己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我相信你也理解 坐在一个站在台上 特别是当美光灯一打 你连乐队都看不见的时候 其实很寂寞的 你看不到观众 那你剩下的只有 你又没有爱自己 那个自信 所以我到回来 到台湾的这段时间 在工作当中 我其实一直在找寻 到底自己是什么 我是一个台湾小孩 我到了美国学音乐 我刚回来的时候 催点很像美国人 可是我很彷徨 因为如果从绝世乐角度来说 我明明是台湾人 但是我吹出来像纽约小孩 那这样是真的 从内而外的即兴 对 还是假的 其实它是个假的绝世乐 对 这是我刚才想着 对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 开始在找自己 我印象很深刻是 有一天我记得 我在河岸留言的台上 我吹了一个曲子 这个曲子还是我们的 吉他手告诉我的 我们才练的这个歌 我本来都不知道的曲子 我吹吹完 一样有掌声 我就想的话 台湾观众其实很开放的 就是连我都不知道的歌 我表演完 我都可以得到掌声 那我为什么要再吹老外的歌呢 我就开始想说 我有没有机会干脆 从创作就做自己 所以就开始迈上了创作的路 对 所以你的方向就是 找到自己 然后做自己最爱的事情 做自己最爱的事情 而且把它做好 对 在这个余力呢 又可以帮助整个社会 做一些工艺 随手的工艺 我觉得其实 现在我觉得对工艺的定义 已经要变成是随手随时的工艺 不是等到我揣了多少钱 不是等到我哪天有空 对 而是在生活里面 每个点点滴滴都可以 就用你自己最在行的一点小东西 一点点的分享 都可以 谢谢小董 谢谢 我今天也是对你完全的 完全不同的印象了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希望有机会再帮你伴奏 太好了 她答应了 谢谢小董